在這裡我不得不誇獎 我們台灣人真的動作 效率真的很快 你知道有一次我在台灣 叫什麼 那個手機費用忘記付 你知道我去付完之後 三十分鐘就恢復通話了 對啊 一般這很正常對不對 錯了,我跟你講 同樣的事情 我發生在美國 然後我就去打電話 跟他講說我要交費 他就跟我講說 現在已經過了上班時間了 所以你可以上網去 你可以上網去 我說我就是因為沒有網路 就是我沒有... 我就是網路 你叫我上網幹嘛 他說那你沒有網路好 那你可不可以 就是你用電話的語音按鍵好了 我說好,那我試試看 我就借我朋友家按 你按鍵我就付了 付了之後想說 那等了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還是沒有通 你知道嗎 我就覺得不對 我就打電話去問他們 又輾轉 等了很久的語音之後 他就跟我講說 我們有收到錢 可是因為今天是星期五 我們又不上班了 所以你要等到下個禮拜一 我們有確認之後 然後那個收費的那個部門 會再跟那個... 對,技術人員在聯絡 聯絡了之後呢 我們會安排時間 我們的車子 有經過你們家那一區的時候 我們會去幫你安裝 恢復你的網路 所以你恢復網路之後 是三個月後 結果我去... 我跟你講一個禮拜後就算 因為我們去那邊 就是沒有準備電話嘛 想說去了就可以上網 直接可以打線、WhatsApp 跟我們沒有辦法聯絡 每一天一到那個傍晚之後 我們鄰居家都擠滿人 因為我們都去人家家偷WiFi 每個人都在那邊用 就他們真的沒辦法 動作就很慢 你就要等他們下一次有人來 這裡沒試過 就要做我們的家人 我們在那裡